早安 早安 我們來看 現在LED大廚 已經算佈說無神家要出銷 南科之前有兩間 選佈要試試無神家的成績 現在也聽說科路這個無神家要出銷 但是南科管理就了解後表示 這兩間業者只是說 十月底之前 不會再扣大來無神家 但是接手來情形安裝 兩間成績都不夠無情 經濟改變 經濟改變 後來科技鴨還要找到無神家的紅條嗎 不過在LED大廚 異官科技算佈出銷 無神家之後 南科兩間職業無神家的出銷 在經過路委會南下了解之後 也考慮要出銷 無神家 這兩家公司也都表達出 他們願意來調整跟配合 那現在就十月底了 那這兩家公司的策略 是到十月底之前 有這個無神家的安排 那十一月以後 或許他們會再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會持續來了解 他們的調整狀況 秋生對在一國的方無神家 這兩家公司 所謂太陽聯和LED產業 實際無神家 是受到地區定大便舊 出現了賄信 以及大陸山林過大 和後週債券襲擊 壓縮到太陽聯的發展 不過協助也六關 課題正經 南科管理局表示 會不會直接觀察 LED和太陽聯 這些產業的狀況 要收無神家 一定要經過員工的同意 跟協商 那第二個部分呢 他們的薪水 絕對不能讓它低於基本工資 科技大稱無神家的傳聞不斷 不過南科管理局表示 無神要不發現各國的 手衝有無神家的狀況 六少無手衝進行找人活動 不過也已經有很多 員工手下套勞 很煩惱無神家 會再度找到自己 記者南部中華報道